接下來帶大家看看就是黎明做善事 頭威頭勢 一起頭就說了Leon的髮型 他頭戴鴨嘴帽 一身運動裝打扮 出席昨天的公益金籌款宣傳活動 原來Leon頭痛啊 他之前頭殼受傷 逢了十針這麼多 Leon頭痛 他的女朋友 屎就心痛了 4月20日晚Leon為了一部新戲 接一場追冊 途中要撞爆玻璃的氣氛 誰知道Leon走避不及 被玻璃水插中了頭殼頂 經過醫生檢查 發覺他有四處傷痕 最深的一處還長達兩尊 其實 幸運就是薄切 幸運就是厚切 我想拍戲正常的環境裏面會受傷的 是沒有人估計得到 不是因為你撞玻璃 如果你不撞玻璃 或者當天下雨很滑的話 你可能撞到椒皮 或者手肘撞到牆都會魚 沒有人會預計得到 但我們準備措施都做足了 這樣的情況下受傷 我想當是不幸之中大行 Leon有什麼頭暈生氣 那些粉絲都會很傷心 不過他就堅持 如果自己做得到 都不用替身 Leon認真有演員道德 沒有休息過就馬上開工了 他還很有善心 百忙之中 都抽空來參加公益金籌款 其實去年他都試過用一些特別的方法來籌款 好像煎蛋一樣 而今年他就更加會和各位善長來一個親密接觸 我們要包一架飛機 從香港坐飛機去台灣 在過程中我做一個空中服務員 去招待所有善長人用 那你有沒有什麼心得去服務他們 我心得我經驗我救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比很多人服務過我 尤其是我自己坐飛機的機會那麼多 加上我相信我自己都在做一個娛樂圈的服務性行業 我相信我應該可以夠能力 招待每一個善長人用 首先我們要記住 我想要包餐 我們不能肯住 這些是基本禮貌 Leon一定知道的 不過到時候如果有這麼多人拍照 Leon又要應付記者 又要照顧乘客 到底能顧得誰呢 是啦 好啦 大家都很想吃到Leon的飛機餐 但是更加希望就是Leon善友善部 會再中頭獎 當然不是流血受傷那種 是贏帶子拿獎那種頭獎 為了與公益金籌務善款 5月25日就會舉行 澳場萬里展愛心慈善航機活動 當日黎明就會變身成為機倉服務員 和各位善長人擁一齊飛去台北 如果各位想競投這個座位的話 記得打這個電話 是2599-6111 2599-6111 想和黎明吃飛機餐呢 記得 好啦 節目完結